亚洲人移民美国成为可能 是因为这项法案 J.Casby & Con 2021年10月13日 以下是我的书最孤独的美国人 The Loneliest Americans的节选 该书于10月12日出版 1965年10月3日 林登 约翰逊 林登 Johnson 总统站在自由女神向前 说了一句将被证明错误的话 我们今天签署的法案 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法案 它不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 也不会重塑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 它指的是哈特赛勒移民法 Hardseller Immigration Act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 它取消了对亚洲 非洲 南欧和东欧移民的限制性配额 该法案最终通过时 反对者描述了一幅世界末日版的情景 美国及其白人人口将被一大群外国人占领 约翰逊则向公众保证 放宽限制只会对美国的人口结构产生轻微影响 他相信大多数人会留在自己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50年里 哈特赛勒法案将带来数千万来自亚洲 南欧和东欧以及非洲的移民 没有任何一项立法 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史 在哈特赛勒法之前 移民进入美国依据的是国家起源法案 National Origins Act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制度 每年发放15万个签证 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计算 每个国籍分到数量不等的配额 你在美国的同类越多 你的原籍国可以移民的人就越多 因此 爱尔兰 德国和英格兰等国获得的签证数量 中欧 亚洲或非洲国家 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移民被排除在配额计算之外 美国白人按国籍分类 而所有美国黑人按种族分类 因此非洲国家的名额最少 这种配额制并没有延伸到东方 将亚裔排除在美国移民政策之外的官方做法 始于1875年的配级法案Page Act 该法案禁止中国女性进入美国 以限制中国劳工组建家庭的能力 仅仅7年后 台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过 终结了中国移民的到来 并阻止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获得公民身份 这项法律很大程度上 是对加州劳动力市场的回应 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 都是年轻男子 在淘金热和铁路时代 这些人充当廉价劳动力 通常与主流社会隔离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和农业大亨 开始用华人取代其他劳动力 本土主义的反弹很快就出现了 他们将华人描述为天花和霍乱的携带者 是第一等的人类 1881年 由影响力的漫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凯勒 George Frederick Keller画了一幅画 后来成为排华斗争中的典型形象 这幅名为我们港口的雕像 A Statue for our Harbour的漫画 将自由女神像 重新描绘成一个衣衫蓝绿的华人男子 右脚踩着一个头骨 他的头上有放射状的光点 上面写着白人劳工的毁灭 疾病 不道德和污秽 这种侮辱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例如 在排华法案之后 年轻的日本工人仍然被允许进入美国 在铁路 矿业 伐木业和小型农场工作 他们也将很快感受到 美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种族化影响 1924年的约翰逊 李德移民法 Johnson Reed Immigration Act 将移民定义为同样有权 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人 由于来自东方的人不是白人 因此无法成为公民 因此该法律实际上 终止了所有亚裔移民到美国 移民法通常与一个国家的 外交政策目标同步发展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 美国和中国都对日本宣战 这促使了为期两年的外交努力 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长期盟友 作为回应 日本开始了一场宣传运动 将这场战争重塑为 在大东亚共农圈中 对抗昂格鲁 撒克逊帝国主义 在亚洲各地播放的数十种小册子 文章和广播节目中 日本宣传机构嘲笑 有些亚洲人以为 美国人会把他们当作公民 赋予和白人移民同样的权利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 东亚大陆统一的愿景 能够带来一个新时代 具有无与伦比的和谐和经济实力 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 一个简单而不容忽视的问题上 华人如何与一个有 专门针对其人民的种族主义 移民法的国家结盟 挑拨产生了效果 虽然并不完全是日本人设想的那样 1941年至1943年间 美国的学者 政治家和媒体成员 都主张终止排华法案 作家赛珍珠 Paul Buck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 大地The Gold Earth 取材于在中国度过的童年 这位长老会传教士的女儿 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倡导 结束排华的种族主义法律 1942年 在阿斯特酒店的一丝午餐聚会上 赛珍珠注意到 日本的宣传开始显示出成功的迹象 并得出结论 除非美国让其亚洲盟友 相信他们在美国法律下 将被平等对待 否则美国无法赢得战争 后来 赛珍珠写道 只要美国继续歧视中国人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 就站在错误的一边 赛珠和她的丈夫 以及一群知识分子和出版商 组成了废除排华法案 和配额制移民公民委员会 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and Place Immigration on a Quarter Basis 他们利用自己在媒体上的影响力 来传播他们的信息 同月 众议院移民和规划委员会 就废除法案的可能性 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反对者主要来自劳工组织 退伍军人团体和爱国社团 他们挖掘了许多排斥华人的原始逻辑 亚洲人的永禄会带来一波 道德沦丧的人 他们很快就会取代本地工人 但公民委员会有一些强大的盟友 高级军事官员认为 得到中国的拥护 不仅对赢得太平洋战区的胜利至关重要 而且对战斗结束后 稳定该地区也至关重要 10月 当国会对排华法案进行电论时 富兰克林 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表示支持废除 他在讲话中说 国家和个人一样都会犯错 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在 承认我们过去的错误并纠正他们 通过废除排华法 让歪曲的日本宣传沉寂 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仅两年多后 随着允许部分来自中国的人移民的 马格鲁森法案 Maginson Act通过 该法律被废除 赛珍珠和他的盟友提出了 通过多元主义增强实力的愿景 自由的移民法可以加深 这个国家与亚洲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以证明美国确实认为 中国人是美国社会的潜在贡献者 而不是不可理喻的外人 1942年 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盟友 然而 这种事故的死早和马格鲁森法案 颁布后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两年前 刚刚批准日益美国人拘留营的 罗斯福促成妥协 只允许华人移民人数 每年小幅增加 后来的移民法案 继续限制来自亚洲的移民 但做出了一些让步 1952年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帕特里克 麦卡伦 推动通过了一项复杂的移民法 历经无数次谈判 该法在放大围绕亚洲和犹太移民的恐惧说辞的同时 却又莫名其妙地解除了禁止亚裔入籍的限制 这意味着 亚裔移民现在可以成为正式公民 所有东方国家都有一个签证配额 然而数量很少 每年100到185个 但这些配额是有条件的 严格限制谁可以来美国 受过教育 有家世的富裕专业人士 比贫穷的劳动者更受青睐 虽然该法案已经为移民制定了一些新的途径 但它还包含一个亚太三角条款 将亚洲移民的总人数限制在每年2000人 亚太地区的分类纯粹是基于种族 来自阿根廷的第二代中国移民 将无法以阿根廷人的身份申请签证 由于它的种族出身 它永远是华人 而意大利移民在英国生的孩子 可以在英国配额下来到美国 麦卡伦·沃尔特法案 McCarran Water Act 也限制了犹太人移民 在这两种情况下 人们都以刚刚开始显现的冷战为理由 以及认为亚洲人和犹太人 会在美国境内传播共产主义 本土主义者和国会中偏自由派的移民倡导者 就该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参议员麦卡伦变称 冷酷无情的事实是 在今天的美国 有一些顽固的 难以理解的团体 他们不但没有融入美国的生活方式 反而成了美国的死敌 哈里 杜鲁门 Harry Truman 总统最终否决了该法案 但否决还是被推翻了 过去 支持移民的政客不愿在原则的捍卫上全力以赴 原因很简单 本土主义一直很受欢迎 但在关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的辩论中 以纽约众议员伊曼纽尔 塞勒 Emmanuel Seller为首的少数立法者开始提出 对亚裔移民的限制是种族主义和不道德的 在一次演讲中 康涅迪格州参议员威廉 本顿William Benton 便称 这种肤浅且最终毫无意义的移民改革 在朝鲜战争中用血肉换来的巨大成果 我们可以完全摧毁这项成果 并且可以无情而愚蠢地摧毁 对我们伟大原则的信仰和尊重 颁布这项法律 实际上是对世界人民说 我们爱你 但我们想隔得远远地爱你 我们想要你 但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还是别来了 这些反驳 加上迫使本国移民法反映民权运动逻辑的压力 将为1965年移民法哈特赛勒法案 Hartseller Act的最终通过奠定基础 1960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 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84% 相比之下 东亚和南亚人的比例约为4% 1980年至1990年间 美国的数百万移民中的大多数 来自拉丁美洲或亚洲 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通过 哈特赛勒法案中的家庭团聚法 带来了他们的亲属 皮尤研究中心Pure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发现 2011年来自六个最大来源国 中国、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和日本的移民中 有62%通过家庭赞助获得了绿卡 你可能是从韩国来美国学习工程学 拿到了HEB签证 然后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童话轨道 但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带着完全不同的能力 报复和生活愿景来到这个国家